大家好啊 今天呢是两个星期之后了 两个星期之前呢 我们做了一个水培那个花龙瓜那个纸条 人家今天呢 带大家来看看 啊效果会怎么样 两个星期的 好像这个的话呢 很明显 很多根都长出来了 这个这样子小小的 你知道这个呢 他牙长了很精细出来了 还还发了那个牙在上面 这个也是一样 他长了一个牙 下面也长了那个根绪 这两个呢 是练牙 这个很明显长了很多根的这个 这个小牙很小的 还有这个也是小牙 他长了很多根绪又长出来了 这个样子一小段 还有这个呢 后期我弄的他也长了根绪 是整个这样子 我等他们长到 大概好像这个我都 这个模样的时候就可以把它啊 埋进那个土里面了 大概埋这么深吧 这么深吧 这个 这个 你一个手只淘这么多 埋在地里面 现在 现在这么日 埋的这么深就够了 把水上面 不会给太阳晒它 过一段时间 它那个根绪 吸收到 那个土的 那个养分 它会掉 撞起来的 好啦 就这样子 就这样子 我来说